现在屏幕上面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 然后右手边是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家长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里面有很多最新资讯的文章 大家好 欢迎参加我们今晚的线上讲座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今天的讲座由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首席职业规划师笨老师 和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陈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Common App 新增COVID-19疫情题目的解析 哈喽本老师 哈喽陈老师 欢迎两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那么在今天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ings Enlightings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 天赋 价值和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也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湾区 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半岛和Sacroman 我们的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 学术辅导 标划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这个功能里面打出来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邓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吧 大家晚上好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是这公司的创始人 然后刘晨老师也是我们这边 对STEM专业和一些比较排名靠前的学校的 录取比较有经验的一位顾问 他本人是UCLA毕业的 一会有一个专门的page会解释 然后今天晚上的主题 在下面这一页 可能学家长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基本上会讲一下这一周教育相关 就是跟您相关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人在美国 大部分是在湾区 然后有些教育资讯 我们认为是对您有价值的 还有对您和孩子对未来的判断 特别是在2020年 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因为老多事都在多变化 我们也在观望 然后第二个震荡的今天的议题 就是今天我们讲座的核心 就是为什么COME App 新加了一个题目 我们觉得是不应该写的 很多我们的通行 可能说是建议写 但是我们经过内部讨论 在两个礼拜以前 我们决定是不要写 只是因为上个礼拜 加州大学录取这个事 所以有个突发 我们就专门重新做了一组别的讲座 然后第四个 就是如果写一个满分的COME App Essay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对COME App不是很了解 这个我们也觉得这次题目好像有点太偏 一会我们会有介绍 COME App就是你申请几乎所有的私利 你能想到的私利 绝大多数90%以上 他是用这个申请系统的 我就给大家具体解释 然后第五个就是刘春老师的两个案例分析 最后就是一对一 然后关于刘春老师分享那部分呢 我会收集一些过去已经收集到的问题 跟家长们进行分享 因为刘春老师在这些理工力的小孩申请特别有经验 然后由于学生进过MIT 这种非常顶级的学校 所以我会问一些问题 然后帮大家问一下 然后当然你没有问题的话 自己孩子这种案例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边问 我们开始 一周教育动态呢 我觉得这个周的话 新闻比上个礼拜还多 那所以要讲最近的嘛 那就是我朋友圈里边就是家长会发 那个三欧赛那边打打抢啊 有个UPS车啊 就在Downtown那个地方应该是巴士站被抢了 然后一帮一帮人就蒙着面 实际上这个自古以来呢 这个失业率和犯罪率是完全成正比的 这个本来就是为什么呃 政府希望早日复工 因为确实感染有风险 但是由于大量失业啊 造成这种呃社会治安的问题 其实对呃整个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啊 虽然大部分家长的华人家长住的区呢 都整体治安比较不错 但是还是毕竟有影响嘛 你看昨天我们另外一家长就在呃101拍了一个进警照片啊 然后就就发现就是他们有在车里边有点砸车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我想想那位非裔的非裔的受害者呢 呃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这个事呢 呃他只是一个由头 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些呃犯罪分子呢 混水摸鱼 就趁这个机会生活打劫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小心这个人人财产安全 然后呢当趟千万不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当趟都不要去 因为说实话啊 以前这个黑人领运动领袖那个马丁路德金 他在的时候他是非暴力 他是不暴力的 那个印度那甘地他也是不暴力的 游行的话 北达意愿是有是有方法的 但是呢因为疫情很多那种犯罪分子啊 他会借机去做这些事 所以家长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安全啊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天刷屏呢就是那个SpaceX对吧 那就是特斯拉这公司特别神 然后昨天我还特意翻了一下 就是我之前看过那个听我 也看过那个特斯拉那个老板的自传吧 伊朗马斯克的自传 我这人呢喜欢把一些非常看似高大上的东西 就是让他接地气 接地气呢不是说他呃特别low 而是说怎么跟您的孩子或者是呃正常一个人去结合 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喜欢航天航空 如果对这种呃教育呃 怎么成为像伊朗马斯克这种人有兴趣的话 我就也趁趁机给他来一个这种名人的教育 让他看他自传 因为老外的自传呢一般写的比较接地气 他会告诉你哈 伊朗马斯克之所以做这个SpaceX2001年的时候 他那个他把自己的X.com和那个PayPal结合 做成全球最大的啊网上支柱平台之后 他他他因为公司斗争的原因 他退出了他有很多钱 然后呢他实际上就在南家 南家火箭发射 这边有俱乐部叫马斯克思亚 他在里边认识了谁呢 呃因为那个里边捐一千块钱 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dinner party donation他第一次捐了5000 所以大家就很大家就觉得他很不一样 然后他就从小有一个航天的梦想 但他不懂他不是那么懂 他就找专业人士问 所以这边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第二条新闻啊 我写的就是最最优质的资源 那个俱乐部里边有2005到2009年的那个NASA NASA的那个负责人 就整个是美国整个航资局的负责人 然后呢还有呃 James Carmelo 就是呢阿凡达的导演 他也是科幻迷 所以说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啊 当然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access的 是去和行业最一线的人去去沟通 呃 同学多年的一些领军人物 然后最后一个例子想给大家举的呢 就是关于这些名人背后的教育故事啊 就是苹果手机啊 带出iPhone4的手机 我家长还有记忆的话啊 iPhone4那个时候 他的造型是不太一样 iPhone4的他有个边框 有个金属边框 是用的铝好像是 那种材质呢是为了美观 结果当时有个重大设计缺限 这个iPhone手机 因为当时只和atnt有合同 所以当时造成一个问题啊 他有非常他有非常严重的信号问题 接受问题 因为他漂亮嘛 然后他周围一圈金属 所以导致他那个信号发射器 啊他呢 就那个天线的地方接触有问题 所以当时很大的一个PR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就导致呃 苹果公司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危机 危机之后呢 呃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他还得叫回来 他就说不行 我又翻了 我又没腿 他爸爸说 你这两天学的东西将会是你44年 斯坦福都学不到了 他把全世界那个做公关 最顶级的那帮firm 一些consulting都请到他家里边 开着会议 怎么通过公关手段 来解决苹果手机信号不巧 不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案例当时我记忆特别深 我就想 这就是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 他们在教育资源上的不对等性 因为他们说白了 教授不如业内的一线人员 所以告诉家长 就是大部分是普通人 我没有资格去拿那种 这么好的幼稚资源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好的学校 为什么 如果孩子够努力啊 技术也不错 去一个好的学校 相对资源好一些 举个例子 你要学那个电影和娱乐 那你肯定去男家呀 可以去MIU对吧 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把 不要把教育等同于大学教育 其实不是 有很多这种一线的人 可以帮你孩子在某个里面 特别专长 但大学so far 是这个地方的聚集地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和在座可能相关不大 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 是绿卡和公民 就是6月1号呢 美国会出台一个政策 就是对国际学生的限制 基本上是对军工类相关的 这个院校的一个限制 这个呢 实际上是对本地学生的一个利好 因为美国大学在疫情之前 就有非常严重的财务危机 他们实际上又要打了扩招 特别是研究生学院 这次主要打对的是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呢 大部分美国人是不读的 因为那个债务太高 他们基本本科毕业就差不多了 所以导致过去几年 很多国际学生填满了 他们的理工学院 你举个例子 纽约大学的工程学院 他以前是纽约理工 后来被纽约大学给并购了 这个学校里边80%是亚裔 里边80%里边超过一瓦的味儿 他在布鲁克林不是在纽约当堂 所以说就是这个消息呢 对国际学生来说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 可能是有的是非常努力 小地方出来的 出来读了一个非常好的学历 希望能改变命运 但是因为中美的关系呢 他可能就读不了了 可能会出境到不至于 可能要完成学院 621号我们等细节 但是呢 对于如果您的孩子是绿卡 如果您的孩子是公民 甚至您的孩子 如果是在美国都美高 我觉得过过未来一两年 是一个例好 名额肯定会多 他们会寻找那种 不需要反正是8 可以支付取决费的人 所以这是算一个例好了 然后呢第四个呢 就是高中大学最新动态 公立私立 其实很明显的 家长都公立能看出来 就是疫情之下呢 这个网课的话 私立比公立做的好很多 他们为了让你不退钱 让你觉得服务还可以 他们就上了大量的网课 一对一 老师那种live的session 然后课后的作业 也安排的挺多 公立就完全是放映 公立大学也是这样 加州州立 加州最大的一个大学 高等教育体系 他们已经决定 23个校园 整个秋季是全部线上 实际上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虽然呢他们学费不高 但是线上的效果非常的差 举个例 老师在上课 我底下好几十个人 别说一百个人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上课 还是在上网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 我认为家长 如果您的孩子是在读高中 一定要 如果暑假 如果暑假之后 还是要上网课 我建议你要想一下别的措施 来提升孩子这个学术质量 要不然等真正开学的时候 他会 他会life behind 他一定会落下 而第五个呢 我们上个礼拜发想了个文章 有些观众我们公众号 可能看到 就是MBA已经提前自救了 我们查到 沃顿 他可能刚过在那 他最新一顿 他延长了 他说不要GRE 就等开学之后 录取了再要GRE 或者GMAT 就是MBA那个考试的 标准化考试 其实这个是很扯的 你像沃顿 他前几人一般都是招满的 即使过去三五年 美国的MBA一直在 enormant一直在下降的 这个前提下 沃顿也是一直独秀 因为他毕竟是 上学里边number one 至少也是前三 所以你能看出来 这个疫情加剧了 这种不太务实项目的一个 一个加速 衰退吧 西北大学不需要GRE 他就说不要了 你这楼申请的就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分享那篇文章里边 首当其中的是 加州大学合宾分校 那个学校呢 不要托福 不要工作经验 不要GRE 不要GMAT 只要面试 你就可以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你拿到offer 然后拿到offer之后呢 你可以去读书两年 然后呢 读NBA 你还可以拿那个三年的OPT 你又在美国可以待五年 这个是很扯的 因为NBA实际上不是stand major 但是呢 他就为了生存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 大学已经开始在自救了 今年申请明年入学的孩子们 很多会变成受益者 如果你们家庭不太需要反战上去的话 如果你申请外州的功利 或者一些不是那么火的私利 可能今年是你的优势 我不是说我们行业的时候 这是一个现实 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方面资料 所有大学都在自救现在 然后第六呢 就是疫情对这个转学和转正的影响 我们会在接下来几个礼拜啊 推出一起讲座 专门讲一下转学 我们有一个同行呢 我和他其中一个co-founder呢 在国内一起上过三天的培训班 就是对于升学咨询这个行业 他们这个公司今天特别牛 有转进耶鲁的 有转进芝加哥大学 有转进哥大 有转进宾大的 但是呢 这帮孩子他实际上是从Berkeley转的 或者甚至是纽约大学 南加大这种级别的学校往上转的 也就是说 在美国觉得大家觉得比较奇葩啊 只能从社会大学转 但实际上留学生啊 他们转学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们接触个别不多啊 个别学生也是比较prefer 我在freshman 我们又录到一个很好的大学 那我会选择 努力学习 保住这批 然后在大二上半年申请 那个大三转学的这个 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转学的话 回到我们专门出去讲 大家不要仅限于社会大学啊 那是限于一般的学生 然后呢 第七点呢 就是不考标画的数据安排怎么安排啊 我觉得 我昨天刚读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他专门就是 哈佛他有个叫make common good 就是他可以分享一些 美国大学招生的最新趋势 他提了一点啊 现在很多学校标画取消了 然后呢 很多学校GPE的话 pass non pass对吧 那怎么判断 招生官都晕了 就是美国前二三十大学 他们都有点晕 但他们有一点是确认的 正好借机 他们可以通过文书 通过课外活动啊 来看这个孩子一些软实力 举个例子 他的ladership 他的那个抗压能力啊 他对生活的这种规划性 他的时间管理 这些都可以体现出来 因为这些是他们关注的点 这也是过去几年 这些高校一直在提倡的 怎么能够帮一些有软实力的孩子 战胜这种成绩不足的缺陷 一会儿刘成老师分享一些案例里边也有 这是今天讲究的主题 就是新增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加了250字的空间 多给的这250字的空间 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写的 我们认为写反倒是有反作用的 刘成老师麻烦您解释一下 OK所以新增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写每一个essay之前呢 建议大家要仔细的阅读 他的这个prompt 那这个的话呢 他其实有提到说 最主要的一点是 他有一个deep and long lasting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关心必读 这个东西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影响 我也有影响 我现在天天在家上班 有好也有不好 那对大众来说 可能大家会发现 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甚至一些像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也好 然后包括那学生的话 全部都回家上课 刚刚Ben也讲了说 在网上 公立学校基本上就是放羊的状态了 然后还变成了pass no pass 那这些东西来说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那你值不值得拿来写呢 那如果说你 你只是跟别人一样的话 我个人认为 其实写出来的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写assay这个东西 其实是帮助大家 帮助学校来看到一个学生 uniqueness 就是他的这个特点 那如果你真的要写的话 你要想想看说 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你可能真的是家里面有人确诊 或者甚至是自己确诊 父母确诊 或者是爸妈 爸妈双方可能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都还不上每个月的mortgage 那这个的话 你要怎么去写它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如果只是写在你的assay里面 说我爸妈丢了工作怎么怎么样 那对你的影响又在哪里 而且不光是这个影响的问题 你的action在哪里 其实我们写所有assay 其实不管你的story是什么 其实我们想看到的是 你怎么把它作为一个learning experience 你怎么把它作为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 那这个的话 如果它是有added value的话 它有预外的价值的话 你才值得写 所以当我们很多学生看到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反应可能是非常的兴奋 这个这个我的成绩下降了 我的考试没考 哎呀我受的影响好大呀 但是说实话 如果只是这一些的话 我觉得不值得写 好的谢谢刘成老师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我们的原则 是just don't do it 不要做 不要去写 因为如果你的情况没有很特殊的话 我建议不要写 刘成老师刚才分析的很到位 就是特殊性的问题 普世性 不要让赵生欢觉得你无病呻吟 除非你真的是家庭受到特殊影响 父母因此失业啊 可能家庭症候改变特别大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建议 因为你的action在哪 你有没有给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因为你这样讲了半天 是觉得你父母比较残 对你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团队最后协商的一个结果 而且还有一点核心呢 就是他同时给了这个学校的counselor 一个空间去去去展示 如果他认为这个学校的孩子 某些孩子因为特殊情况受影响 他一定会提的 counselor说话更有力度 如果counselor那边说的 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 而你这边哗哗的说 那实际上适得其反 这是根据这个 然后comap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个陷阱 就叫那个知识陷阱 就总认为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实际上不是父母需要工作嘛 对吧 我们有很多生活事要处理 很多父母有很多孩子 他们是没有时间精力去关注 这么多申请的东西 他们想了解个大在 所以我们之后之后的讲座 我们会尽量简化 会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内容的扫毛 你举个例子 什么叫comap 它实际上是一个在线的申请系统 它是一个技术公司 这里边目前有884所大学 你能想到的私立 几乎都在里边 他们都用了统一的系统 但是呢 作为一个学生申请人 你用这个账户的最多只能申请20个学校 所以说 基本上20个也够 我们是没见过申请那么多的 因为UC本身一下就申9个嘛 20个也很多 而且20个里边有个别大学 是不需要additional essay的 这个给大家具体说 你看 长青藤包场 长青藤八所名校 华人比较喜欢的藤校 全在这里边 你都是你这套申请系统 只是它的文书的题目不一样 然后呢 另外前20里边有18所 它是用这common app essay的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说common app里边有10个活动 每个活动呢 大概给你150个字节来着 就那个common app活动 我们当时处理一下 因为根据research的话 平均字的话 大概是5点一个字节 那就是一个单词 那基本上 它给的这14050character空间呢 是够你写大概不到30 30左右的字吧 然后呢UC大家记得 一定要记得UC上 有一个点一定要提醒啊 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私立啊 UC加州大学系统 对活动看的比私立大学重很多 重非常多 我们过去一些学生就非常明显能感觉到 他活动比较丰富的话 UC录取更好 更容易一些 即使成绩不是很强 录取博客力也是有细的 你的活动要够好 为什么呢 UC今年的改革啊 你带深的话 他每一个活动给你啊 1000个字节 1000个字节的空间去写 其中500字节是描述这个活动本身 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办呢 大概搞什么东西 因为老多家长自己有费用力嘛 他做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活动 然后另外500字 让你解释一下 你在里边做了什么 不是500字啊 是500个character 这两家起来已经是等小文书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 你要看哪个大学系统关注什么 你要看他问什么 UC里边有20个项目可以填 20种活动 学术 活动 义工 Summerheim都有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的budget有限 你整个神UC的话 一定要在活动下足功夫 这是这没办法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然后呢 他是一大多小 就是come up呢 刘成老师会讲一个细节啊 就是他有7个题目 你可以挑 你去挑一个 7挑1 里边呢 大概有600 就是每个文章 最多写650字 这叫主文书 这是几乎所有学校都要的 但是呢 每个私立学校 因为come up 就是有800多个学校 很多家长有时候找我们签约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说 买个come up 他觉得就是买一个come up 他可以申请好多学校 那不可能 也不可能一个申请 申请20个学校对吧 那我们就赔死了 就是他comment 那个s大s 650字的s是通用的 小s的话因人而异 你看斯坦福这种学校 他的文书就超多 芝加哥大学是特别的多 特别的问题特别多 他可能200字300字150字都有 所以加上要注意这个点啊 小文书的话 因学校而已 大文书都是一样 你只要写一篇 很多学校 他是不要小文书的 这个呢 到你们还到那部 在具体咨询我们 或自己查也可以啊 然后回到一个比较简化的东西 因为讲了半天come up 那他整个在申请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漏斗啊 即使今年疫情受影响 那也是值这个学期 或者是整个一学年 你的9年级10年级的成绩 私立都会看 UC呢 只看10年级和11年级 所以GP影响比较大 然后test score呢 SAT ACT 许多学校说test optional 但是大家记者 不是testblind 他一定会看 你教他就看 特别是UC 今年明年申请的 他一定会看 你要教 只是说从后年开始 他不看 记者 test optional和testblind 是两个概念 那第三重要就是课外活动 我给大家讲过了 如果你订UC 你的课外活动非常关键 即使你已经是12年级了 你可能暑假 就可能没有太多延展性 但是你可以把已经做的东西好好 梳理一下 很好的描述出来 不是单独在炫耀 就把足够的空间利用好 因为每一个活动的UC来讲 都是一个小文书的内容 非常多 现在非常多 1000个字节 大家除以5.1个字算就知道了 都是100多个字 然后personal personal其实关于个人 为什么会要文书 你前面几个都是数据 活动的话大概能看出点 多按你的性格 但是只有文书文章能够看到你的孩子表达能力 思想的深度 还有经历 还有你是什么样的人 悦然指上 就是文书的重要性 但是加上记者一点 我不想妖魔化或者神圣化文书 文书占其中一个部分 千万不要被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文章给误导 觉得文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觉得文书只是一个加班项目 他绝对不至于强盗 可以把你的烂成绩给补上去 或者把你考杂了的ICT给补上去 不可能 宁销永远是稀缺资源 文书的延展性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花大量的学生 提供这个文书 提供这个素材 帮他presentum花很多时间 刘山老师会讲细节 但是它是有上限的 加上医疗记者 这是个综合的过程 就像你在治疗新冠一样 你任何一个treatment 都是和自成免疫系统结合的 你不能说是特效药 因为真正的免疫系统 真正抵御病毒的是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再往下来 刚才提到了 COMEAP主S650字那个 有七个题目可选 刘山老师做了一个图表 就是括号里边带的 就是主体 就是比较主流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身份 野兽的挑战 还有你的信仰被挑战 还有你解决问题能力 personal growth都是软实力 最后我在交到刘老师之前 我给大家一个刘老师的简历 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工女 自己认为是理工女 但是实际上非常文艺 她的朋友圈当然是 基本上都是她最近在家里边的画画 做一些非常artistic的东西 她自己也帮学生做一些网站 portfolio的一些建议 比较等什么 因为刘老师曾经一度想学过设计 所以她的设计功力还是有 所以她之所以录取STEM的学生 结果比较好 包括一些很好的大学 不是她声援多好 而是她本身的性格 就是介于文理之间 本身比较文艺 但是又学理工了 她学的是数学和经济转业 然后她是读了UCLA的博士 但读了两年之后 她觉得实在不喜欢经济 只是因为她学习好而已 她就中间就出来工作了 然后Differ工作 又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做 她也挺喜欢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 是比较nerdy的 你认为你觉得挺boring的 她比较喜欢 因为她会找到其中 比较亮点的东西 好 刘老师你来吧 接下来 要不要我给大家 先大概过一下 七个comhab的这个题目 可以回到上面 第一个的话 大家看到的百分比 是这个最popular的comhab的asset 那其实在 这个是去年的 就是19到20这个申请期 其实在去年以前 一直好多年 都是第一个题目 是最popular的 第一个题目的话 就是你不可缺少的 一个background和identity 那这个的话呢 很好写主要是 因为多多少少 大家都有一些 自己觉得自己 不可以缺少的那一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呢 也不难写 而且有点点像 UC中的一个asset 那就是关于你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第三个的话呢 是不太popular的 就是你challenge 一个believe 这个的话 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 就是会显现 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所以一般来说 其实有的时候 我个人会绕道 那第四个的话 是problem solving 这个的话 对做过比较多project的学生 会很好写 那第五个的话 是personal growth 大家看到这个是第二popular的题目 是你个人成长经历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标志了你 变成大人的一个过程 那第六个的话 第六个的话 选择人其实也很少 他是说一个 让你深陷其中的一个idea也好 或者topic也好 那第七个的话就是 现在最近这一年 最最最最 选择人最多的 对你可以写任何东西 你觉得如果你有一个东西 你写完以后觉得特别好 但是好像前六个都不太适合 你写的这个故事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第七个 所以第七个现在是 最popular的一个话题 那我估计啊 个人觉得说 因为这个 今年的这个特殊情况 也许有人真的会去写 跟疫情有关的东西 可能就会被放到第七个了 OK 继续我的正经的部分了 刚刚给大家讲的是 comap essay的七个题目 那 就有人问了说 这650个字 650字的essay 其实是挺长的 UC的话是350个字 那650个字的essay的话 可以给学生更多的 发挥的空间 可以 你可以在你的结构上 在你的故事的这个延展性上 都 诶 晚一点 花样出来 那 为什么说这个大学 需要看你的essay呢 为什么他想要读你写的东西呢 这边的话是四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一个是 是把你和其他的人去分开来 因为我们知道说 每年申请某一个学校的 像这种 比较popular的学校 可能有几万 甚至十几万人 那 大家GPA可能都很强 都很高的test score 尤其像这些Ivy学校 那你要怎么样和别人区分开来 那essay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因为你的essay其实是一个image 是你的一个投影 在这个application上 招生官是看不到你本人的 他只能通过你的essay 通过你的activity 这些东西来去了解你 而我们知道说 activity这个东西 这个description这个字数非常有限 尤其是common app 所以essay就是一个大投 那第二点的话呢 是验证你的writing的effectiveness 也就是说 你很聪明 你成绩很好 你都拿了A 你essay考得不错 但是你的想法 你能不能把它流畅地 展现在这个纸上 能不能让大家理解你的意思 能不能把你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大家 那这个的话也是学校需要考察的一个顶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说你是不是alive 你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还是说你只会读书 你有没有一个生活 就是我们说高中生要有高中生的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学校需要看到说 你在学习之外 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那最后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考察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样一件事情 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就像我们画画一样 你要我画一只鸟 我可能用这样的画法 有的人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画法 那这个里面其实是体现了你的个性 那所以这个也是学校希望在你的essay里面 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想法 那我们怎么区分一篇好essay和差essay呢 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学生写的essay 有的一看就会觉得说 你看着他的essay 你有一种会挑一下眉毛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就是一篇好的essay 那什么是好的essay 好的essay有几个要素 首先一个它是一个story 而不是一个list 这个是一个很多学生会犯的错误 其实就是说 他想把自己很完美的展现给大家 所以他就把他的essay 把他的好的部分全部揉在一篇essay里面 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不想看到的 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的话呢 能够体现到你的独特性 我们说的独特性并不是说 你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同寻常 比如说你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 其实是在一个faster home 或者是在这个寄养家庭 或者是你可能有homeless的这个经历 并不是说的这种特殊 当然这个是特别特殊 另外一种特殊 我们说的特殊性其实是你的想法的特殊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到的你的独特思考的能力 你的想法 你的这个看问题的角度 那还有一个好的essay呢 它需要的体现到的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性 一个性格 那在讲的好的essay 基础上呢 我们再看了这个差的essay 什么叫差的essay呢 差的essay的话 首先一个卖产 哎呀 这个我 我从这个 我是心理你 我从中国来美国有多么的不容易 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其实 其实很狗血 你卖产其实不是重点 你的重点是你怎么样去从这里面去传达一个正面的信息给大家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个sell yourself的一个另外一个体现 就是说 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一些 就是有些学生他特别惧怕被招生观看到自己不好的理念 但是你需要认识到的是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不完美的 那我们的整个的高中阶段也好 甚至我们现在成年以后这阶段也好 其实都是慢慢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慢慢在改正一些以前不好的做法 一些改正一些自己的认知 那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而不是说 你一定要把你的essay里面 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形象 而且这个不现实 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写的东西是有重复性 就是说 其他很多学生会写的东西 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 就是说 其实每年我们也都会收到一些这方面的essay Sports essay 因为我们湾区的小朋友啊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体育 那可能对有些孩子来说体育其实是它的主要的一个 一个方面 那一般的essay 体育的essay 呈上来的时候 几个点吧 Hardworking Leadership 对不对 这几个都是会在essay出现的 如果是这种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 不建议把它作为你的主要的essay的 因为你要想到说 你会这样子写 有多少个人 会写同样的问题 然后同样的故事 对不对 那体育的话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sport 其实我们有一个理解 你自己对你自己我们有一个定位 那这个东西才是说你需要去挖掘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essay听起来像别人写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 为什么我写的essay会听起来像别人写的 这个实在是太平常了 其实因为每年申请记的时候 学生写的essay家长都急啊 然后有的小朋友自己也急啊 然后家长的话呢 我真的遇到过家长直接上手改学生的essay的 然后他招过来给我的essay 我第一眼就看出来 这不是你写的essay 那如果我能看出来 这个essay不是一个高中生写的 你觉得这个招生官会看不出来吗 对不对 他们其实每年要读千百篇上万篇essay 是不是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不是一个高中生该有的一个语气和一个思维方式 那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把essay分享给各种人 比如说他的这个英文老师 比如说学校的counselant 比如说他的这个以前的学长学姐 还有他现在的好朋友 不一定是父母了 然后这些人都会上手去改他的essay 零零种种各种的comment 各种的edit 然后最后那个essay 已经完全没有他以前原来的样子了 所以他这里面就失去了一个学生自己的voice 那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 这边的话呢 是大概的一个流程图 当然我们具体的步骤比这个要复杂很多 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从一个学生进来到最后的final draft 就是我们的定稿 我们要经历的是这么几个阶段 这是一个大概 那intake就是我叫他聊天 聊天其实是写essay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因为有的孩子 有的孩子可能八年级就开始跟我 然后我对他也有一些了解 那有的孩子呢 他可能到了application的时候 要做application了 夏天的时候才会来 所以之前他的那些故事我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第一步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了解小朋友了解他的想法 了解他的一切 然后从中来发现说 有没有值得挖掘的一些经历 可以放到asset里面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outline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outline 为什么需要一个outline 做得多么的好 大家对这个定下来的topic多么的excited 你没有一个outline 然后整个交回来的第一个draft 就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所以有一个outline以后呢 这个outline一定是学生和consultant一起定下来的 就是大家都同意的一个outline 那在这个技术上我们再开始写我们的第一稿 第一稿的first draft rough draft 这个其实不是看说这个学生到底能写的多完美 我们从来不指望说第一稿学生能写的多完美 因为这个其实是看说它的content有多好 它的内容有多好 因为application essay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内容 它最信任的地方就是内容 所以第一稿完了以后 我们其实就是再更正一些它的内容也好 它的如果不是非常流畅的structure 也要把它进行一些更正 其实然后才到midraft和peer review 那稍微沉醒以后我们会 我们的team会做一个peer review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peer review的这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因为不光是说好像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 然后能发现一些我发现我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小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有一个team work 像我们这个team里面有1 2 3 4 5 6 7个consultent 6个consultent 我们会一起来看这个essay 因为在admission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些admission officers他是不认识你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他的主 比如说我的学生 我作为他主要的consultent 我是很了解他的 对吧 我是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他写的东西我看了我会觉得说OK 他写了这句话 他写了这个段的时候他是make sense的 我可以从他这里面得到说这个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admission officer他不认识你的话 他不知道你是之前的经历的话 他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peer review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让不认识的人来念你的essay 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看看你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那peer review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继续收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对这个学生的essay进行 继续进行editing 然后最后有一个polish 这个英文老师要过一遍 因为看看有没有语法方面 还有流畅度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最后才是一个final draft 我自己经历的可能最多的一个学生 他写的多少 17个edit 17个round应该这么说吧 对一般来说的话没有少于这个四五个round 我这边插一句啊 插一条硬广啊 因为刚才那个刘晓老师说的peer review 这可能适合我们和同行区别比较大的啊 这个行业呢 我们也比较了解 用可能用全职购物呢 不是那么多啊 可能有一两个 他大部分说在忙的时候会请一些seasonal的contractor contractor你也知道不用买benefit 不用买牙保险的健康保险啊 而且也不用交那个soural security tax嘛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peer review的时候他不会用 因为他在小时负贤的嘛 那当然是我给你一个学生的话 我称着最低我这样越赚吧 而且一般做contract的话 他不会有一个功能 会有很多 而我们这边的顾问一定是全职的 我们从来不请兼职的 再忙我们也不会 我们只会如果我们真是忙到那个点的话 我会扩招 我们会多招人 就去年我们就多加两位顾问了 所以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呃 完成peer review这个呢 一定是要全职员文才可以 很多我们通常也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种的话是大家找的一个方向 就是你的学孩子呢 顾问在工作那段时间呢 他是不是全职的干这个事 还是他有很多兼职 那有兼职的话 你要是给考虑再三 因为他每花一小时 可能对方就要付他 或者是他包包 他举个例几千块钱 卖进几个application 他可以给那个人少一部分钱 就说举个例的两千块 你帮我做这个action 那那个顾问是不可能多花太多时间了 因为没有意义 他的他的目的就是多接学生 所以这是呃 我们这个服务保障的核心点 嗯 那接下来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两个学生案例 OK 呃 这边的话 第一个学生案例是 呃 我挑了两个 一个是你有特别多的事情可以写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会分享到的一个是 你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写 看起来没有东西可以写 应该这么说 对 那第一个的话是 啊 这个学生是我这个 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 从八年级开始 一直到他高中毕业 呃 呃 成绩非常好 呃 在南湾的一个呃 最好的工业学校之一 呃 成绩非常好 这个这个呃 3.98GPA 很遗憾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没有拿到A 哈哈 呃 三十六分的ACT 嘛 分的ACT 还有三个research project 而且是真正的呃 这个呃 research 什么呃 一个是 夏天的六个礼拜的 一个是夏天的八个礼拜的 另外还有一个呃 project是从春天学期 这个就是我们十一年级的 他的十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 一直延续到夏天 然后到秋天的初期才结束的一个project 呃 呃 他有呃 这个 这个leadership 呃 有自己的non-profit 呃 real life project 他除了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呃 有一定规模的一个project以外呢 一个non-profit以外呢 他有做一些engineering方面的一些 这个非常hand-on的project 像他这个 我记得他做了一个九年级 升十年级的暑假吧 在家里面这个后院做了一个这个灌溉系统 哈哈哈 呃 那最后的话 他还有就是 他除了对stem有兴趣以外 他对人文方面非常的感兴趣 他喜欢这些history 他喜欢history 他喜欢literature 他喜欢这些跟culture有关的东西 所以他在上一个跟culture有关的一个课的时候 在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上这个课的时候 他和呃 同届的同学一起呃 呃 有一个club 然后呃 呃 开始做了一个publication 所以他这个这个的话 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activity 所以从这个学生的这个大概的profile来看的话 他有多少东西可以写 他可以写他的non-profit 呃 这个leadership这个东西 他从九年级开始做 一直做到十二年级 呃 而且他是有其他的horm tier和他一起工作的 那他有三个research project也都是可以写的 他有那个 他有自己的hand side project 他有最后他有这个跟culture有关系的东西可以写 所以在这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选择 什么东西可以写 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做这么多事情你觉得哪一个事情 比如说他是是让你觉得说呃你有了一个转变 而不是说而不是只是说我的知识在在我的知识方面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 那他就挑了其中的一个这个他的其中的一个research project 他为什么说他这个project对他有一个转变呢 这个project呢其实是这个学生他从想学computer science到想学neural science的一个转变 呃 neural science和psychology它是一个combin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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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project是他在十年级升十一年级的暑假做的 呃 他的 他的这个project他看起来是一个science 是一个跟用computer science去补助这个心理学的一个研究 但是他看到了这个project的呃 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这个bullying 他他这个project本身研究的是这个这个cyberbullying 这个cyberbullying在一个很特定的环境下一个呃 呃 我好像不能说因为这个是confidential 呃 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他当时做research的那个lab 呃呃 呃 他在这个lab的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他发现他的身边有这种事情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research 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呃 topic的人文的一面人文关怀的一面他把这个作为他conad的主要的assay 而且他把这个题目他这个这个题目他不是用的provin solving 而是说他把这个他把这个research project他放在了这个我们把它最后决定呃 改改改改改到最后final draft出来以后我们决定决定把它放在这个呃 personal growth就是你的个人成长经历因为他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他的assay的结论就是说science永远是要为人文服务的 当然这是他的看法ok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看法就是 science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到以人为本的一个基础上ok呃 呃 那这个是一个有太多东西可以写的学生呃 呃最后这小朋友进了U Chicago呃 呃 那第二个学生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 但是说实话第二个学生其实很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大多处学生就是非常的频繁 非常的average 这这个小朋友是一个男生我见过的最内向的男生了吧 应该算是呃中等GPA多中等3.6 对3.6GPA中等SAT 呃Soccer他是他踢足球 嗯但是也没有踢到说 呃Captain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啊很喜欢踢也好吧就参加了学校team 呃他在The Tech做Volunteer 呃那个算是他呃比较主要的一个课外活动和平球一起 然后他有一个呃Summer Summer Summer Camp 他和我一起work是11年级开始和我一起work 所以我们在11年级升12年级的时候给他安排了一个给他安排了一个一个Summer Camp 呃他的兴趣是Computer Science 嗯那这个小朋友的话呃呃我们坐下来做intake的时候就就把他的整个profil过了一遍 很快的过了一遍 然后他就他自己也很发河说呃他他他就问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 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他闷闷闷的 我说你这么内向你那你去那个博物馆你去The Tech做Volunteer的时候 因为他做的是Tour Guide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跟人讲话的你需要去带着这些游客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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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呃呃展品前面去解释给他们解释说这后面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你怎么会去选择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这样的Volunteer 从这个地方开始他就慢慢讲到说哦他怎么开始找了The Tech 嗯 哦然后在这个季节中他又讲到他更以前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在以前呃呃他也是非常内向但是他的呃呃奶奶去世的时候在这个葬礼上 在�礼上面呃呃他父母让她去做一个 演讲这个点 我们就抓住这个点 然后把它变成APSA 也就是说从 这个他之前的这个在 葬礼上做这个presentation 做这个最后的这个演讲的 这个经历开始首先有的是 他怎么样去克服他自己的一些 心理的一些障碍另外的话他是 怎么样从因为他要 做是一个葬礼的这个 speaker所以他的 内容上他是怎么去做一些 research也好是 怎么样把这个 最后的这个演讲 变成说是一个变成了一个 不是说特别悲伤 而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 值得回忆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最后 变成了他的一篇 一篇assay 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他这篇assay 小朋友最近最后还不错 以他的GPA经文 Santa Clara的这个 Computer Engineering 所以我觉得结果还是非常满意 这个的话就是 我的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 希望大家有所启发吧 好的陈老师 我这里收集了一些问题 家长问啊 这个Common App只有一个主文书 如果学生要选多个学校的话 这个题目如何选择 一般来说还是一篇assay 因为对你来说最值得写的东西 最值得写的事情只有五个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的话 他写了三版 他挑了三个不同的题目 写了三样不同的东西给我 再经过了一系列的edit 然后peer review 然后再回去跟他edit之后 还是发现说 他自己也觉得说 最能体现他是 他自己的也只有那一个题目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 你刚才提到你有个学生 就是他在写这个assay的时候 写了三版 那是大部分学生 在写assay的时候 每一个topic或者是 就是UCassay 或者是Common Appassay 他们都会写好几版吗 大部分学生都会写好几版吗 还是在开始之前 我们会让他就是 先选定一个题目再开始写 一般不建议写这么多 因为说实话 一个是时间有限 另外一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写assay的目的 其实我们想看到的是 你最想展示给学校的那一面 所以这一篇assay的话 一定是你要放很多精力进去写的 650个字的这一篇 所以这一篇assay的话 写下来 一定是最能代表 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好的好的了解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 这个UC文书和C Common App文书 可不可以通用 不可以 首先一个350和685的 差距蛮大 那差的这300的话 你可能会用一个 同一个故事 就是说 一个精简码的故事 在这个UCassay里面 但是Common Appassay的话 它需要的是更完整 然后完了以后 它可能会有一些 前后都会多一些 比如说它有一些 reduction的东西出来 然后包括在 在它的写作的这个结构上面 你的故事的描述上面 你可能会需要做到一些 更有故事性叙事性 那UC的话 我们以后应该会有 上面讲的会讲到UC 专门讲的UCassay 这个350个字的assay 跟650个字的assay 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 把这个350字 加一些内容 扩充一下 扩充到650字 就是里面的story是相同的 你觉得OK吗 扩充是肯定的 如果你用的是 同一个story的话 你扩充是肯定的 但是扩充以后 你肯定还少edit 不是关扩充而已 因为你整个结构 有了改变 明白明白 那就是说 最好还是单独准备 一篇Common App 一篇UC的 就是不要混用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 在文书里面 如何体现自己的专业倾向 一般不会用到 这650个字的assay 来写到你的专业问题 很多学校 Common App上 很多学校 尤其是好的学校 他们都有writing supplement 这个地方就是 你写你自己major的时候 比如说 你可能做过某个project 你可能读过某个东西 然后对你自己 一个人和你的 你要学的东西 有一个personal 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 我爸妈是做这个的 我看了什么什么东西 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就想学了这个 对 所以你的personal connection 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去学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一些 之前的经历 这个东西 就是你学某一个专业的 一个motivation 明白 那我就顺着家长的问题 又想到一个 就有这么多素材可以选 怎么取舍 比如说summer camp里面 有做一些research 或者还是intern 这一类的就是 有含金量的 还是说他学到 最多东西的那个 不是 不是 这个你选择故事的时候 跟你这个title 是没有关系的 OK 不是说这个东西越贵 然后这个program 好像越南进 或者是很fancy的一个活动 你就要拿来写 而是说 你通过这个活动 你真的是有一个转变的 你的一个transition 很重要 moment hearing 都可以写一篇 非常好的essay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说 student resume 是应该写一页纸 比较好呢 还是可以 as much as possible 写三到五页 当然是一页了 就算你正式找工作 也最好不要超过两页 好的好的 就是尽量精简 但是要选那些 比较重要的experience 写上来一些 比如说什么GPA呀 或者sat 考多少分的这些 如果不是特别出色的话 可以删掉 可以忽略 那个这个家长 问的问题挺对的 因为过去 我们碰到老的家长就说 那个comment 只有实际上活动 我根本就不够写的 后来我们说 那就选钱是最强的吧 他好像舍不得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属于 因为你太了解孩子 你觉得孩子什么都优秀 可能美国教育就是夸孩子 但实际上你忽略了 你在竞争的这种状态下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有个学生 我们只要申请三个学校 MIT 加州理工和各大工程 而这孩子又进了各大工程 是以前雷伯克的非常强的小孩 他在学校里边 两个主要club的leader 然后自己申请过 Santa Clara 一个research lab 还是给钱的 他简里有三页 他真的是很牛 但最后也给他筛成一页 因为你如果申请 那个skilled的学校的话 那大家只会比最top 还是由备而来 基本上都是由亮瞎眼的活动 所以这个transearch的道理 就是不管你找什么工作 实际上就一页简历 不管你过去做墙 你只放最强的 举个例子 你是哈佛毕业子 可能工作了几年之后 可能是二十年 你再申请一个 比较senior的execual role的时候 你可能哈佛的话 你就一句话讲解释了 你就不要扯 你这个哈佛的课 就没有意义了 你讲你之前的工作 你可能当director 当senior SVP这种 一定要一页经验 因为他看很多东西 你的简历 他只是一个辅助 对 说到简历这一块 这个也是我们 大学申请的一部分 所以主导师 consulting也会帮学生 这个design resume 帮他edit 所以并不只是文书的修改 然后resume 还有整个application的流程 都是一体的 都是由主导师亲自完成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 这个小文书 它的作用重要吗 对录取的作用重要吗 非常重要 它是叫小文书 因为它在每一个学校 自己的page上面 但是它其实不小 拿UKIN来说 UKIN的话的文书 是这个法律 就是它的additional essay Cornell也是 所以它小嘛 它根本就不小 就我们旁边这个 SCU啊 Santa Clara 它都有三篇essay要写 所以它并不小 而且它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学校会问到 关于它学校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 刚刚有家长也问到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如果你活动不够多的话 你可能要把你跟专业 有关的东西 留给这个supplement OK 因为在这里面 你很可能会需要写到 跟你专业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小asset非常的重要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 UChicago的这个additional essay 这个是有名的unique essay 它的这个题目 能看懂都不简单了 好的 那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的讲座 能帮助您和孩子 更全面地了解了大学申请 之后大家有想了解 更多关于 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加我微信 如果需要 想要加入到 我们微信群的话 然后也可以联系我 我来帮大家 给放到微信群里面 给放到微信群里面